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一种异常混乱的场面 我讲的是人民币的汇率跟美元跟加币跟其他货币的这种兑换汇率出现极端的一种状况 大概在今天下午的四点多的时候先发现了这种现象出现 可是当时在社交媒体中在推特和Facebook上都没有看到有些人讨论 也没有看到包括CNN包括金融时报的相应的一些金融媒体的报道都没有 那结果等到了下午点多的时候在推特上有人开始讨论了 说人民币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国内的汇率网站叫XN的是XM报价 当时的报价是7.48 从今天早上的6.879到今天的7.48 它的下跌百分比高达9%甚至到10 那这个消息就显得非常特别 那与此同时我就在不同的网站上去找 那结果发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 Google的财经网站报道 现在依然保持在7.479和7.48 跟国内的XM报价的网站网站的报价是一样的 但是在彭博、Bloomberg和雅虎财经上 报价的不一样是6.879、6.88 那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反差 截止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新闻 大的世界新闻媒体的报道 没有看到任何网站上对这样的事情的解释 那因为人民币已经进入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成为了世界一览的货币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也就人民币已经进入了国际货币的交易市场 它虽然在一个星期前被打出了世界上的 五大交易货币的排行当中 但是它已经进入了一种自由交易的世界货币的排名中 那在20多年前我曾经做过外汇 那我知道有些公司在报价时 如果报价错了的话 那作为交易员、交易商 可以按照错的价格进行买卖、获利 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在现在的情况下 有人做扎盘、有人做估盘 都可以的 因为在Google、Yahoo上 在Google上和在我们国内的网站上 那人民币下跌了9% 它的货币已经贬值了9% 但是在彭博通讯社 在Yahoo的报价上 却依然维持着原来的价格 如果一家公司 如果你手里有一定的钱 你在两个不同的报价系统的公司中 都有账号的话 你利用这样的价差 可以五本万利 如果做外汇期货的话 那这样巨大的差额 会把公司打垮的 如果你手里有几千万上亿元 那利用这样的价差 再进入国际市场 进行交易、买卖、人民币 那是一夜瞬间报复的事情 因为截止到现在 我查过Google的财经报道 那财经报道网站上 它的价格依然是在浮动的 也就是说有人在交易 有人在利用1.479、1.48的价格 在进行买卖 那如果彭博的 它的报价系统也是变动的话 也有人在用这个价格在买卖的话 那意味着人民币将出现巨大的混乱 在今天早上 如果东京开盘 如果上海开盘 深圳开盘 香港开盘的话 那将出现巨大的变动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 那没有看到任何评论 我会按照我自己能够理解的呢 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要想听到详细的分析呢 请你点击下面的链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微信里 Brew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广 리aver states礼insk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